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大老虎 演播此今 《明朝败家子》第761章 地心难测 洪志皇帝信息拒绝房西凡的话 发现好像没啥意义啊 他看着方济帆 方济帆便说 所以儿臣的学生 方才提出了知心合一 脚踏实地地去寻找解决的方法 这世上总会有办法去解决当下的问题 倘若因为只是不注重实际 那么上持朝廷 下持一个人 只怕只会处处碰壁 儿臣的办法很简单 发现问题 找到弱点 解决问题 洪志皇帝叹了口气 说 注重实际 嗯 他似乎也看出了问题的所在了 太多人 带圣人立言了 满口都是紫约圣人约 这怎么可能 注重实际呢 洪志皇帝皱眉 看向刘剑 说 刘青以为如何呀 西山之学 自有其好处 可是天下轻弹了这么多年 数百年 想要扭转这样的风气 老臣 老臣只怕 很难呢 洪志皇帝突然想起了什么 几番 你不是和太子 在教授汉林们读书吗 如何了呀 朱后赵和方几番对视 这个 最近有点偷懒啊 不知这些汉林被打死了没有 朱后赵便干笑说 父皇 他们好得很 洪志皇帝一看 便知朱后赵心虚 洪志皇帝心里说 今日朕真高兴啊 这天花之祸 首到今来 方清家所言 虽是简单 朕却知道 务实二字 说来容易 做起来才难呢 朕赤命汉林 至西山说远学习 本意也就在于此 洪志皇帝 眸子宁起来 朕进来都使日 为何天下的新王 纵不过三百年 王朝总是兴盛 而后击毙重重 虚虚衰落 那明朝的国作 当真能有三百年吗 洪志皇帝 首刻着暗读 叹口气 朕看未必呀 你看看 朕登进以来 这么多的烦心事 处处都是淫患 一个天花 差点就酿上了大祸 可见 大明固是强壮 却也虚弱无比 没有务实之人 改革弊端 不能一次次断臂求生 朕看啊 这天下 是走不出 天下新王的循环 几番的吸血 近些年来 给朝廷提供了 诸多的人才 这些人才 固然还没有割出 大明的重症 却也使大明 焕发了一些生机了 朕在想 或许 这才是士大明 跳出这天下 新王之路的 一位对正之要 红智皇帝 眼中冒光 朕想试试 红智皇帝变了 变得让刘建等人 愈发不认识起来 刘建心里想 想要试 只怕不容易 可值得期待 刘建就是被改革的 老朽对象 可不得不说 他对这个朝廷 是抱有赤诚之心的 对于陛下 君臣的情分 也足以让他 不会占到陛下的对立面 既要是 大明的人才 许之约翰林 未来并持国政政 就是他们 朕心里在想 这些年轻的汉林们 在西山学了什么 太子和纪帆 朕当初 可将他们 托付给了你们 你们二人 不会敷衍了事吧 诸后赵心虚 头却似不浪骨地 摇起来 儿臣 一直都在 尽心教导他们 方纪帆抬头 看着方梁 进入了圣贤末世 红之皇帝 瞥了他们一眼 是吗 朕后赵 耿直地说 儿臣 拿人头做宝 方纪帆 依旧看着方梁 红之皇帝 似乎一眼就看穿 太子的心思了 心里说 果然 到了现在 还说谎 立了大功 尾巴就会翘起来 属于教导 就属于教导 乖乖认了 不就成了吗 朱后赵 和刘家卫 不敢抬头 红之皇帝 便笑道 朕今日 高兴得很 祖宗有德 朕已说过 朕要和林们 也学会 这务实之道 这也是当下 迫在眉睫之时 今日 想来朕也没心思 树立揍树了 不妨 就去西山吧 去西山走一走 先看看 朕的汉林们 如何了 呀 朱后赵激动了 父皇 红之皇帝 压压手 笑隐隐地说 太子 不必如此高兴 朱后赵 有点懵 红之皇帝 伸了个懒腰 说 自发生了天花 朕便自求于朕 暖阁 二斤呢 也该出去 透透气了 几番 你带路 方 几番心里 甘笑 呵呵 那些汉林 我他们压根 不知 他们现在如何了 当初 纯粹就是 虐他们 哪里还想着 培养这些 死不悔改的家伙 须知 这些汉林 可都是 违患多年的 做官做的久了 早就有了一套 自己的价值观 他们和寻常的读书人 是不同的 想要改变他们 在方济帆心里 比登天还难 九豪子 你可以拿着一根 棒棒糖 去骗一个纯洁的 如方济帆 这般的孩子 可你拿一根 棒棒糖 去骗一个大叔 试试啊 打不死 你这鬼祟 地心难测 这红之皇帝 竟对他的汉林们 保有极大的期望起来 他站起来 小阴阴地 看着方济帆 方才 方青家 言简一概 说得真好啊 物之一时 朕现在 对汉林朱青 也是抱有 这般期望的 倘若人人如此 何愁 天下不平安 方济帆恨不得 抽自己一个嘴巴子 让你装逼 方济帆 干笑说 陛下 真是圣灵啊 一番感慨 红之皇帝 却侧目了一眼 诸侯赵 他即使抱着期待 心里也隐隐 开始对诸侯赵 抱有几分期待起来 近来 太子 尽朱者赤 尽末者黑 自跟了方济帆之后 虽依旧还没有稳住 可办事 却是越发的牢靠了 嗯 要去看看 说走就走 留见几人 也来兴趣了 纷纷要同去 其实他们对于汉林们 是同情的 太可怜了 这去了西山 还不知 折腾成什么样子 不去看看 时事 放心不下呀 红之皇帝 换了便衣 带着一杆 便装的禁卫 微服出宫 这经历 依旧是冷清 天花的恐慌 还没有完全过去 人们对此 还心有余境 虽许多人都中了痘 可人们对于这疗效 却有些不相信的 看着这清冷的街道 红之皇帝 坐在窖里 放下了窖帘 心事重重 倘若不是因为这牛痘 将会死多少人 可怜这些百姓 可到了西山 却又是另外一番场景了 这里对于天花的恐慌 是最先效处的 因而也很快就恢复了秩序 屯田所的人 依旧还在屯田 张信带着人 发现了一种 心有一丝的虫子 叫草林 草林这栋下 个头很小 却极有意思 张信和屯田所的人察觉到 这玩意在放大静止下 居然是择幼虫而食的 比如各种害虫的虫腕 一只草林 短短一生所食的虫腕 竟有数千之多 这是极恐怖的数字 在这个时代 庄稼最大的危害 就是虫害 一旦遭了虫害 那果树和良田 便统统毁于一旦 草林几乎是叫 害虫们断子绝寸的杀手啊 这玩意儿繁殖快 且中日都在寻觅 害虫的虫乱 可以大大的 抑制虫害的风险 当然张信主要研究的是 草林对于蝗虫的意志 为此 他在一处温棚里 专门养了蝗虫 使其繁衍 而后在温棚之中 又培植了草林 其目的就是要研究 草林是否会 大规模的寻蝗虫卵而食 而一旦如此 那么 曾经那铺天盖地的蝗灾 便可得到极实的遏制 张信现在也爱随身地 带着一个放大镜 这东西真是个宝贝啊 有了他 无论是大夫 还是张信这等 以研究农业为生的人 方才能看到 原先肉眼看不到的东西 越高倍数的放大镜 在西山的需求就越高 有人甚至恨不得 将他们的视觉 放大一百倍 一千倍 去求索那微观的世界 甚至是西山新来的工学院 也对放大镜 有极大的需求 肉眼看上去 一个鸡库 明明是严丝合风 可拿到放大镜下一看 呀 竟是这般的凹凸不平啊 肉眼看上去 毫无瑕疵的机械 放大镜中一看 竟是坑坑洼洼的 一些优良的将人们 寻到了一个方法 那就是在冲洗某些特殊结构 且其重要的铁骏时 他们对着放大镜冲洗的 因为只有用肉眼 无法看到的东西 发现了问题 才会尽力想办法 寻求解决之道 西山各书院 几乎是百废待举 经历了一次添花之后 人们依旧各司其至 而刘文善在明伦堂的授课 也如往常一般开始了 而今学文的读书人 再不只是用笼统的西山书院 来称呼他们 因为这里一概为文学院 以此来区分工学 医学和联合了屯田所 所设置的农学各院 自然在这西山 文学院的读书人 因为大多数人都是有功名 在各院之中 依旧属于天职教子 人们的观念 是不可能随便扭转的 汉林院的汉林们 入文学院学习 刘文善也很年轻 自然也在学习之列 不过他不一样 在汉林院 他在许多汉林眼中是下官 可在这里 他是老师啊 刘文善如常授课 这明伦堂里跪坐满了人 有汉林 有原本的学员 偌大的文学院 挤了个水泄不通 在后门这儿 一脸麻子的刘锦 磕着草树的西瓜子 有一搭没一搭的吃着瓜子 一面身子倚着门 百无聊赖的在此 冷眼看着 他的天花好了 他熬过来了 可是在这新山书院 被人研究 好无聊啊 啊呸 一个西瓜子的皮 在他口里吐了出来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百家子》 作者 上山打老虎 演播 此今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